女人的刁蛮和任性 是可以让人感觉到一点可爱的 的确是如此 但如果这种刁蛮和任性的背后发展到 缺乏做人的最基本的素养 就让人很厌恶 我现在不跟你谈教养的问题 我跟你谈做人的问题 你刚才说 是我的男朋友挣钱就要给我花 是我的男朋友我打你就不能还手 是这个道理吧 那为什么这个道理是个道理 因为他不还手 是因为他爱你对不对 那么反过来你就不能想想 他在不还击和忍受的背后 是因为爱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没有 你们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 如果他去你家 也不喝口味 摔门就走 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不尊重 并且自己的父母也为此而蒙羞 你也会 但你从来不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对于男生来说 你的父母非常热情地坐一桌子餐 来给你未来的妻子或者现在的女朋友去 一点不领情摔门就走 你觉得你父母是不是为此而蒙羞了 是 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我是你 到今天来 我就要求他向自己的父母道歉 我就一定要求你要向我父母道歉 你不道歉我就绝对不跟你处下去 这已经脱离了情感的问题了 这女生对你是蔑视的 你是可以被我招来户去随便欺负的 你的父母也同样是如此 你觉得他还可爱吗 如果他不道歉 你还能够跟他在一起 那我就不知道 你对于爱情和婚姻 你把它当成什么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 你自己看着办 两个层面吧 第一个层面就是你们谈恋爱 你们俩愿意怎么做怎么做 这我们就不说什么 第二个层面 你们是四川的 四川我记得过去很久的时候 我妈妈是四川人 讲一个笑话 说四川过去有一个叫跺脚美人 什么是跺脚美人 就是一个女的 你从背后看 美艳无比 你就要追过去 追追追追追过去 回头一看 跺脚了 为什么 太难看了 就是她背影很好看 有很多女人 容貌很美 一开口 有很多女人 说话也挺美 做那么一点点小事 干嘛要做让人跺脚的事 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 我觉得你让他道歉才是对你父母的羞辱呢 你父母养了你二十年 你连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吗 就你可以忍他 二十年二百年都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涉及到你父母了就不能再忍了 即使你心里是爱他 爱得很深 也应该分开 因为他没有意识到错误 他觉得他是正确的 那未来你们的孩子可怎么办 我就在想 你要是这么一个妈 那孩子怎么办 我不知道啊 那太可怕了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我希望你可以把哪些圈都改掉 然后有什么我们能好好说 相互尊重 你愿意改吗 愿意 你要和我分手吗 那你愿意回家和我爸妈道歉吗 可以 这么久来不是我骂不过你 打不过你 知道吗 那你要和我分手吗 你说 你打分手的话 反正不能分手 愿意改吗 可以改 起亮灯 开门 那一张 地平址 有一张 放到这项 先为那一张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